大姐 我知道你们对小涛的事情 对我有些怨恨 但是我认为 小孩子不应该成为牺牲品 小涛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请允许我们继续为小涛提供帮助 我相信没有什么误会是解不开的 我想咱们应该好好谈谈 朱总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 你这是安疆仇报 人家可是把小涛上大学的钱 都给咱们呀 你现在已经跟朱总老拜了 那钱再不要 这钱你出啊 你干吗 我告诉你 人活着一辈子 最重要的是得对待起自己的良心 你这种昧着良心的事 我做不来 你 你给我回来 我一接到你的电话就赶过来了 可为什么你们转院都不告诉我一声呢 嗯 对 这是 du wenigわ 朱总 是我们对不起你啊 别这样 别这样 赶紧起来 是我们鬼明星翘了呀 快点起来 有话慢慢说好好说 好 出大事了啊 郭月凯出生这孩子 他父母就已经撤苏了 真的 为什么呀 你管他 为什么呢 答应老大那边些顺利啊 你赶紧 你赶紧管上告知 通知个货款 童星呢 各位媒体朋友 我们今天请各位来 是为了要完成之前 我们对社会学校的承诺 向各位报告 游乐场事件最新的进展 首先 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小涛在经过医院 全力的救治之后 现在已经逐渐恢复了健康 大概还需要一周的观察时间 如果没有大碍的话 就可以出院了 我们先来看一段小涛的视频 大家好 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的身体已经好多了 我现在可以正常地 和小朋友玩了 孩子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项目女性员工的照片 让她逐一指认 经过小涛再三确认 当天唆使她上跳楼机的 那名女性员工 并不是PH的员工 你看看 是她吗 不是 是她吗 不是 是她吗 不是 张总 请问你怎么能够保证 真正主使人的照片 就在其中 刚才提出质疑的这位记者 我作为PH的行政副总 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PH公司所有员工 包括保洁人员 都与公司签署了 正式的劳务合同 事发当天 所有可能出现的 女性员工的照片 都交由小涛进行现场辨认 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邀请了第三方的 公正人员进行了全程监督 那你们刚才放了这段视频 也不能成为证据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你们和孩子之间 有过什么灰色交易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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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记者 你刚刚说的灰色交椅 这件事情确实有人在背后捣鬼 不过不是我们 而是另有其人 我刚刚收到消息 警方已经抓过一个蓄意污蔑 诽谤光明海项目的犯罪嫌疑人 经过预审 初步情况已经掌握 我们郑海集团和PAG 将保留对造谣人的 法律诉讼权利 各位媒体朋友 希望你们继续关注事件的真相 各位媒体朋友 小涛已经逐渐恢复健康了 如果还有任何人 对这件事情有质疑 欢迎去医院查询 我相信这件事情的真相 最终会透过警方 向社会大众 做一个完整的呈现 但是作为光明海项目的执行方 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我们也出台了 一个新的安全措施 就是在每一个游乐设施 都增设医疗团队 对心跳 脉搏 心肺功能等 进行检测 进一步主动保护游客的安全 欢迎大家来到光明海 享受安全升级的 亲子互动欢乐时光 您的所作所为 已经触犯了民法通则 第101条的规定 为什么你们华盛公司 要让你去找小涛的父母 去状告PHAG 你们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 那警察总之 我就是一跑腿的 这老板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不过我觉得这事吧 没那么简单 那你还知道些什么 都说出来 这老板让我干什么 好 我说 光与海利斯事故 都是陆明背后倒的鬼 这事全都是他一个人策划的 他就是想害PHAG 人生就是这样子嘛 是吧 赛翁是马一言之非福啊 这一次的意外呢 不仅打消公众啊 对光与海 和项目的全部误解 这也让公众 对我们的安全举措 更加安心啊 后期 行啊 厉害 厉害 干得漂亮 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 我看用不了多久 你可以超越我了 这话说得还是不糟调啊 我顶多厨艺可以超越你 没有 后期啊 你知道啊 这光与海这个项目呢 是我多年来的心愿 做这个项目我有两个目的 第一 我就是要弥补我对肖肖 这么多年来感情上的亏欠 再来呢 我就是希望 这所有的家庭 到了光与海之后 他们能够找到幻想 那现在事实证明 我这两个想法 快达成了 那这个项目呢 从诞生 萌芽 到成型成长 到成型成长 这每一步啊 都是靠着你的帮助 所以作为 PG的客户 或是萧萧的父亲 我 我都应该跟你说声谢谢 我只是做我该做的 你要这么好当朋友 就别跟我客气 好短 我说真的 这把年纪啊 还能交到像你这样的知己 主意 主意 说真的 您能把我当朋友 我已经感到非常荣幸 但说到知己 我觉得 有一个人比我更有资格 谁啊 他跟你志趣相投 而且一眼就能看透你 是谁 我就不说了 毕竟事情说破了 就不美了 但是吧 你也别藏着椰子 人生要活在当下 老段你不用谢我 要谢 你就谢世上的这份善良吧 其实我一直相信人性本善 我们做基金会 不就是为了让整个社会 都能感受到 一份希望和爱吗 是啊 理念一致 理念是一致 是的 非可 知道我老段 家大夜大 什么都有 怎么说呢 我 我 我其实自己心里空虚得很 每当回到家里面 总是觉得空落落的 尤其萧萧不在的时候 回到这么大一个家 让我觉得真的很寂寞 那这阵子呢 我这种感觉 又特别特别地强烈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是老了 别说他那么悲观 年龄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心态 真的 我 我是觉得 自己年纪一把了 然后 企业也上轨道了 这要什么有什么 可是我总觉得我 这生活里面 我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 生活里面我想找一个这个 弹得来的人 我都找不到 好不容易遇上了呢 我又 又怕我自己 我没有那份年轻人的自信 去表达我的真情 我今天要跟你说的就是 我不想再那么担心下去了 怕我自己的年纪大 然后对你这份真情 我也不想再隐瞒下去了 我就要那么说出来 如果再这样下去了 我觉得我自己不是端正房 所以 我今天不约你来 我就是要跟你问一个答案 老段 今天真的要聊这么严肃的话题吗 你给个态度 老段 你真的比我勇敢 这段时间我也想了很多 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确实有一些障碍 比如说年龄的差距 比如说你的家庭 你的孩子 你觉得我们真的合适吗 当然了 我们相处的这段时间 我特别开心 真的特别开心 可是 我有我的问题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忙工作 其实在感情方面 几乎是空白的 我不太知道 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 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我 你如果真的想让我给你一个答案 能不能再给我一些时间 让我想明白了 我一定告诉你 有态度就好 上官 出事了 你得救救我 你别紧紧慢慢说 那莉莉姐今天又不在公司 电话响了 我就接了 接了电话 那女的就说要问莉莉姐要钱 最后我才知道 她就是活动现场当天 骗小涛上跳楼机的那个人 所以这件事情 闻莉莉也有分 我不知道啊 抛牌 你这次真的一定要相信 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虽然莉莉姐以前 但是如果这次我真的知道 她会这么做 你借我八个胆子我也不敢呢 老大 我明白了 温莉莉肯定早就跟陆明 勾结好了 俩而联合 一而再三而三地陷害我 他们这计划要有成功了 无论是对皮疗机还是震海 都会有大麻烦 真是万幸啊 我这就去找苏菲亚 本文理你就要给警方处理吧 你稍安无躁 我自由打算 请问你就是马英吗 你好 你们是谁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们找你什么事你不清楚啊 那我提醒你一下 那天在光阴海 什 什么光阴海 我不知道什么光阴海 没看新闻 没关系 我们要是没有去得到证据 是不会来找你的 马小姐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并且握有确切的证据 知道有人指使你 带着小涛上了跳楼机 我愿意相信你 你是受人利用 并且此前你并不知道 小涛的真理状况 但是你依然涉嫌故意杀人罪 你应该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所幸孩子没事 你现在如果愿意去警察局 把事情交代清楚 我相信法官会从尽量行 我 我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事先我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知道那个孩子有危险 我 我万万不会干你这事 真的 自 自从出了事 我这心里每天都后悔一万遍 这 这真的不关我的事 我知道 我了解 你现在只需要告诉我 是不是这个人指使你的 就是他 是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份合同 你应该不陌生吧 就怎样 你想说什么 身为P.A.G.的一份子 你怎么可以出卖自己的公司 背叛自己公司的利益 你有把自己当作是P.A.G.的一份子吗 李李 说实话 之前你在公司的所作所为 我都觉得情有可原 不管你怎么样地把业绩 往自己的部门上来 不管你怎么样排挤其他的人 那是因为你想要当总裁 我觉得可以理解你 但是当你教唆别人 把小涛带到跳楼基底下的时候 你就犯了大错 你怎么可以罔顾别人的性命 不择手段地想要去得取 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呢 所以作为P.A.G.的现任总裁 以及你曾经的同事 我首先要告诉你 P.A.G.不欢迎你 其次 作为一个人 我要告诉你 你犯了错了 你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 虽然我的个性是除恶无尽 但是我相信 没有谁不会犯错 而且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 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所以我劝你 去自首吧 替自己争取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 如果你心里面 还有一丝善念的话 我把我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你们 诱导小涛上跳楼机 是我安排的工作人员 知不知道你的这种行为 是会出人命的 我没有想到后果这么严重 说实话我现在很后悔 我觉得是仇恨蒙蔽了我 让我失去了理智 我才什么都听陆明的 陆明 要不是他 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愿意提供陆明违法的录音证据 你就是陆明 是啊 怎么了 你涉嫌一起恶意竞争案 跟我们走一趟吧 什么叫走一趟啊 你们有证据吗 没有缺陶的证据 我们是不会来的 走吧 你真的要离开PH啊 离开PH就是我的第一步 我总要学着自己独立啊 不能老依靠你跟我爸 我支持你 你都没有舍不得我的样子 那就像你说的 又不是见面着面了 好吧 一会儿陪我去个地方吧 行了 先说好 这车速不能太快 好了 大叔 老年人 原来是来这儿啊 我还一别又要去什么 稀奇古怪的地方 还有你没想到的呢 是什么 大叔 大叔 你知道吗 其实我特别不喜欢这个院子 我每次来到这里 小时候那个怕黑怕孤独的自己 就出来了 那个时候爸爸忙 妈妈身体不好 每天就是我一个人守着这个院子 我记得我那会儿总是哭 我现在站在这儿 还能感觉到那会儿的孤独感 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我就是要记住这种感觉啊 我要告诉自己 我长大了 不怕了 不怕了 张浩欣 你知道吗 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你 特别特别喜欢 自从我家搬离这个院子之后 生活条件就好了 爸爸就有钱了 我的身边也从来不缺人了 随时可以有很多的人陪着我 可是不管有多少人陪着我 我心里的孤独感一直都在 除了跟你在一起 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就在想 我是 我是真的爱上你这个人了 还只是迷恋你给我的安全感 或许只是想从你世上 索取到点什么 如果爱情是付出 不是索取的话 我能对你的付出 就是成全你 今天把你叫到这里来 是想跟过去告个别 在这个给我力量的男人面前 跟这个男人告个别 我心里的孤独感 没有人能帮我 我必须要自己走出来 我一定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啊 才会有更好的未来 你一定会更好的 你会越来越好 好 最后再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看着我走 直到看不到为止 拜拜了 拜拜了 我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上官 要不你骂我两句吧 我心里也能好受一点 我为什么要骂你啊 你说我在游戏街 一天到晚都干了些什么呀 我想辞职 我根本就没有连再回去上班 大家都知道 这一切是温丽丽策划的 跟你没有关系 你不用替她就被黑过 是啊 我没有直接地参与 但那天记者发布会 我也没做对什么不是吗 你放心吧 你放心吧 我们老大是一个分得清楚 是非黑白的人 我想她会给你一次机会的 如果她不同意 我去帮你求情 好吗 其实 我更希望说辞职的那个人是我 他当然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啊 其实我一直都幻想着 在未来的某一天 你会答应跟我在一起 那么我一定会去选择辞职 我去找一份新的工作 我还会更加地去努力 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我要给你买很多很多 你爱吃的东西 给你买很多很多 你爱穿的漂亮衣服 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全部都买给你 你也不用每天工作得那么辛苦 你只需要去尽情地享受 生活带给你的快乐就够了 上官 你怎么 你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知道 我知道你根本就没喜欢过我 好 可是喜欢一个人 并不一定就非要跟他在一起啊 我这辈子能够遇见你 我已经很幸福了 真的 我很幸福 所以不跟你在一起又能怎么样 反正该做的我已经做到了 没有什么遗憾了 没有什么遗憾了 先 先送你回家吧 上官 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 我说我喜欢你 你说什么 以前因为我上次是温丽丽 你上次是张红星 而且你从来也没有明确说过你爱我呀 我爱你 好了 今天就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是我亲手制的 送给你 妈咪 你亲手制的 好吗 制得真好 比妈妈都厉害 这一时妈妈这辈子收到最好的礼物了 其实我知道我过生日那天 你去看过我啊 我的样子让你失望了 我 我也内疚了很久 不过今天你能来找我 真的特别特别地高兴 妈 我跟你说实话啊 我今天见到你的时候 看到你那么努力 我也特别地开心 宝贝 谢谢你今天能给妈妈不过这个生日 我真的太高兴 太高兴了 你高兴就好嘛 你高兴就好嘛 立卡 老段 怎么样 我今天约你来 是想跟你说我要走了 走去哪儿 我订了周一去云南大理的机票 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开了一家 很有特色的幼儿园 说那儿的孩子 都在大自然的环境里学习玩耍和成长 我想去看一看 所以你的答案是 对不起 正因为我给不出你答案 所以我想我还是走吧 也好让我再好好想想 承擃 不认你这种 帮我订一下周一去云南大理的机票 合约 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时候再签吧 理由 没理由 我陪你去 老不着调 不不不 这次我觉得我特着调 我先到 你幼不幼稚你 回来了 赶紧续续手吃饭 续续手吃饭 妈 松鼠桂鱼 我续续手啊 对啊 我好不容易能安心在家吃顿饭 我不给你补一补啊 再说了 我今天啊 请了贵客 贵客 谁啊 来了你就知道了 说曹操曹操到 赶紧开门 谁啊这么神秘 曹操 曹操 小关 这鱼合不合你的口味啊 好吃 谢谢阿姨 那就多吃点吧 今天是你饱口服了 多吃点 来 妈 你叫美杨来吃饭 怎么没用 说一声 美杨是我请的客人 跟你说什么呀 爹地 难道你不希望关阿姨来呀 你只是在挑拨礼箭吗 小关 那个 这段时间啊 就谢谢你 照顾我和彤彤 我在这儿啊 谢谢你 阿姨 你别这么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 什么事情是应该的呀 不过 洪欣啊 那个小关那儿还有穆迪 让他这么来回跑 你不心疼啊 阿姨 我没事的 您跟彤彤也是我家人 把你们照顾好 这都是我应该的 对对对 家人最重要 好 你们什么时候 把婚礼办了呀 过一次 等公司没那么忙的时候 光阿姨 您把这个回去带给穆迪 他要不会玩 可以下回来找我 我教他 怎么那么好 我代表穆迪 也郑重地谢谢你 你真乖 来来 吃 爸 我反复考虑了很久 我觉得 我还是不适合干总理 我还是想回去做我的老板好 好啊 只要你开心最重要 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反正未来的路呢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一起面对 我就知道你能够理解 如果你还是想回广告创业部呢 我帮你留意一下 我可是最好的海拔盗盗 但我很贵的啊 先把合约欠了吧 不是 你付不起我钱怎么办 你不会连合约都带的吧 对啊 护主改成你的名字好不好 我会听到他 真的不改变主意了吗 好吧 我会将你的报告成交给总部 其实你的离职 对于公司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你有没有想过 就算不做首席总裁了 可以继续做你的联系统啊 联系统已经有了一个 充满潜力的联系统 假以食日一定可以独当一面的 你是说上官 对于公司的联系统 好 张鸿馨 我作为P.A.G的新任总裁 我命令你 马上回到创意总监的岗位上去 从现在开始不管我去哪里 你都是我永远的总裁 但是这个玩笑还挺好笑的 P.A.G的新任总裁 我是认真的 我是认真的 小师 你跟紧紧姜 三眼 二眼 二眼 ET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